美国第一夫人密学欧巴马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的邀请 将于明天启程访问中国 在行前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罗兹强调 欧巴马夫人此行将聚焦文化交流教育价值 将不触碰人权等两国之间具有争议性的敏感议题 密学这趟中国行事接受中国第一夫人彭丽媛邀请 因此光是美中两位第一夫人会面和互动就成为媒体报道的焦点 根据发布的行程密学20号抵达后 21号由彭丽媛全程作陪 他们会一同参访北京一所中学 还会参观紫禁城 并与彭丽媛共敬晚宴和欣赏表演 接下来的行程密学欧巴马还将与北大的史丹佛中心 对美国在华留学生与中国赴海外留学生发表演说 另外除了主持教育援桌会 中方也安排一系列颐和园长城景点参观 在访问西安期间 密学预计会参观兵马永和西安古城 至于最后一站成都 密学将在成都期中发表演说 最后则会造访成都的大熊猫基地 白宫强调密学的经历可以传达经济弱势和少数族裔出身的人 可以藉由努力所创造的成就 这次密学访华美方不会有政府协调安排的随行记者团 密学计划透过网站发表访华讯息 密学欧巴马此行将由两位女儿和自己的母亲随行 密学携母女访问中国期间 欧巴马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则是在荷兰的海牙举行双变峰会 请不吝点赞订阅